你别担心 你别担心 没事 你别担心 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 被有心人利用煽动 你是吗 没事 你是那个战死御师吧 是你吧 就是他 就是他是吧 别躲上 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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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开 快开他 快 快开他 快 快开我 小伙子 你就是那个 小伙子 做人要讲点良心 人家姑妈活木的 不是 你欺负人家干什么 你打了 人家不要紧 我说没打人家 我没打 你没打 他自己把自己打进SU了 我说你那小伙子 你这 怎么回事 阿姨 还烂呢 看看 行不行 您都发给我 我放网上去 妥妥热搜 刚才大夫说了啊 说我儿子可以出SU了 转到普通病房观察几天 说问题不大 阿姨 您儿子在SU里躺着 可是他们打人的铁证 要出了SU 万一他们到大一爬怎么办 就得在里边待着 您还得去找他们 让他们派人来照顾着 二十四小时赔付 医药费全包 这还不算蛮 等答应了这些条件以后 再谈赔偿精神损失费的事 SU坚决不住 这不是骗人吗 阿姨 广大网友那么同情您 大伙都憋足了劲 要替您伸张正义 您要相信网络的力量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心软 人善 悲人气 听你的吧 阿姨 您在这儿呢 有两个警察要找您了解情况 在护士台等您呢 我没报警啊 您跟我来吧 您就说来帮我查查 这事 查监控的领导批 这事对我真挺重要的 不是那咱就跟领导说一声呗 那行 那你先回去 等什么时候领导批了 你什么时候过来看 不是 我现在我真回不去 我也没地儿回 他们连我在哪儿上班都找着了 我发誓我那天真看见他 偷拍人家哪儿 要不我犯不上出去追他呀 而且现在网上这帮人太损了 他骂我就算 还骂我爸 骂我妈 把我这同事 同学什么 都翻出来了 以后啊 做事之前想想后果呀 这种事他怎么想后果 那电光火石 那您说那见益勇为还想后果 那有谁也见益勇为呀 谢谢您啊 谢谢您啊 丁导 我李娟 昨天那个战损男您听说了吧 嗯 知道啊 今天好几波来查监控室 又有人来远 如果都让扯 咱还干不干别的呢 不一样 是他本人 他说他是见益勇为 我汇报一下 好嘞 谢谢领导啊 今天麻烦了 我们领导吧 比较谨慎 是 是 应该的 应该 汤美玉呢 好不容易被我安抚住了 但是现在她要求就是 咱们所里边 必须派出一个人 去医院照顾她儿子 再有呢就是 目前产生的一切费用 都得由咱们承担 现在也还没弄清楚吧 是吧 是 但是现在在公众眼里边呢 汤美玉她们孤儿寡母的啊 余晴呢 你说咱们 即便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也应该管 余礼呢 你说盘言把人家儿子 说得给打成这样了 说咱们如果是不应下来的话 那对于荣科的形象 确实有损伤 对不起 姐 我这两天没进锁里呢 姐 那个 我这儿有人啊 回头说 你看 连我姐都打电话来了 她一打电话来 问的都这事 我这儿也差不多呀 这天天有人给观秀打电话 这些自媒体啊都 有自媒体啊 那咱们应该有个统一的口径 现在这个网络啊实在太厉害了 连这个潘言祖宗八代的事全都给扒出来了 就之前她爸她妈离婚的那个事 说她爸给人做担保 然后不是人家又欠债 然后又什么假离婚 对 然后这个官司还是潘言给打的 但是她妈不知道 那会儿她爸是什么欠了人家钱了 给人做担保了 然后那可不就说不知道吗 那现在人家老家的人都跳出来了 就就指着就说那怎么可能呢 那你没钱 你没钱怎么上的大学啊 就这些事集中在一起啊 就给潘言塑造了一个什么形象呢 现在有的这个专家 就都跳出来说 就因为是这样的原生家庭 然后有这样的父母 所以说潘言 是具有反社会性人格 这些专家才有反社会人格呢 那照他们这么说 就是龙生龙 凤生凤 但凡原生家庭有点问题的 孩子都有问题啊 那话是这么说 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网友 是站在汤美玉这一面 那可怜她呀 这个陆甲 从小父亲就去世了 汤美玉呢又含辛茹苦地把她带大 而且呢 现在无论是从 是老师 同学 什么亲戚 朋友 还有同事 那从他们的嘴里边得出来的 都是陆甲是个好孩子 又孝顺 懂礼貌 热心 开朗 再加上你说汤美玉再这么一哭 那也不能说谁会哭 谁就占理啊 她不是说谁哭就是谁有道理 关键是吧 行了行了 你们别吵了 我觉得我们所应该有一个 统一的态度 统一的啊 两位 我相信潘言 我觉得我们所应该为她做后盾 你怎么说 我是觉得 第一呢 要讲证据 潘言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是见义勇为啊 第二呢 你说陆甲偷拍 即便是她偷拍了 那也不构成刑事犯罪吧 你把她拘留几天 赔个几百块钱 那也就没什么事了吧 杜律 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昨天也表扬潘言来着对吧 我是表扬她来的 但是后来呢 我反思了一下 尤其是咱们所的公众号 那么快就跳出来蹭热度 我觉得太草率了 就把咱们弄得都骑虎难下呀 杜律师 我对潘言啊 没有偏见 你想想 她就是我面试进来的 她是见义勇为了 但是咱们当时又没在场 而且你说 咱们跟潘言又没怎么共过事 这个交情也没那么深 所以就是觉得 杜律师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别绕圈子了 咱们这儿又没有自媒体 我是想说呢 咱们要达成一致 统一口径 如果有自媒体的朋友 问到咱们呢 咱们就说 不清楚 有了结果呢 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那潘言那边 我们怎么跟他说 我是想咱们跟他说 暂时还是先不要来所里了 这样呢 无论是自媒体 还是其他人到所里边来闹 咱们都可以说他不在 不清楚 过一段时间 这样不公平 咱们都知道潘言是被冤枉了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当时也不在现场了 我们没有看到他 是不是真的靳勇为啊 咱们对他总得有一个 最基础的信任吧 他不是不信任他 我们做律师的呢都知道 那有些当事人 他是会撒谎的 当然了 他不是有意地撒谎 他是在这个过程里边 他是无意识地美化自己 我之前也不认识潘言 我跟他也没有什么身交 但是就这件事 我跟他面对面聊过 他如果撒谎的话 我是能感觉到的 我也愿意相信他是无辜的 杜律 但是咱们要讲证据啊 咱们作为律师的话 做任何事都要给自己留余地吧 怎么了 主任 不舒服 偶尔来那么一两下子 没事 没事啊 要不咱们赶紧去医院看看 下会儿就好 那个 这几天我就不去所里了 你们处理 你们商量 都由你们来 那汤美玉要都那个 你们定 都你们定 我听你们的 想做什么 在这几天 知名 平宅 本来 照片 超约 对 看资 天保 湿 非常 来 来 来 这个 怎么都不接电话呀 怎么没法接关兄姨 全是骂咱们的 说咱左律师给人都打进网络了 不管不问 冷酷无情 全是骂咱这些的 那 那早点下班吧 杜律师他们回来 不会回来了 那个 统一口径 不管谁问就说不知道 不清楚 再调查 那要是有人问 派言是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回答呀 实话实说 下班吧 下班吧 姐 我什么时候能看监控啊 因为现在网友太厉害了 他们连我二舅小的时候 把那女同学 铅笔盒里放毛毛虫都人肉出来了 我怕再这么人肉下去 我二舅妈非跟她离婚不可 一一零零来过了 我们领导业已经批准了 同意你看监控 你跟我来吧 谢谢你 谢谢你 行业直到三台 在拦准银后 那 女同学 无法掌握 是用的 进 BROWN 冲锥 请一ember使用 我们三公司 准备的中间 准备的中间 专人 开机 怂怂怂怂躯 怂怂怂怂 好 这东西不利啊 她 她当时在那儿求我 说说把照片全删了 让我放了她 反正当时她还好好的 没事的 这就说不清楚了 那 咱还有那个 就车厢里的那个 那个人在哪儿 我看一下 这也不能说明人家偷拍啊 那咱还有别的角度吗 没了 那 谢谢您啊 没事 我说你也跟领导反映一下 有点监控帮区 行 我说一下 赵晓蓝 赵晓蓝 来 带什么 谢谢您 该吃吃该喝喝 别看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 等一下 人这一辈子吧 肯定会遇到很多狗狗卡卡 都能过去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实在过不去了 想办法 孙悟空本身大 是吧 他要过火焰山 他还得跟那个 铁扇公主借扇子呢 没扇子 他就花上花了 我明白 我这意思是 千万别想不开 你想想你家人 是吧 那您误会了 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要说自杀 我也不敢 不会给您添麻烦 谢谢您啊 恢夕 别说 Requiem 这你怎么戴口罩呢 你不说好人不动多多操桃吗 你干嘛来了 掉天空 我看有死角 喂 你是攀岩吗 我是春校派出所的 有些问题呢 自从我儿子被打上住院 荣科战损男攀岩 从来没有到医院来看过我们一次 也没有跟我们说一句对不起 我现在在ICU 我儿子能不能恢复 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他们问你什么了 没问啥 就问问事情经过 我让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我去攀岩工作的荣科律所 他们说一定会给我们交代 但是到现在这个交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咱们微博还有大V带我节奏啊 我现在是不是必须得发个文诚深一下 你发什么呢 你说陆甲偷拍你有照片吗 你说你没打他你有监控视频吗 你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说得越多就被捶得越死 我们先找个地商量一下吧 那我们回旅所呗 托您的福 我们都被强势休假了 不好意思啊 那不行咱头来找个小饭馆 跟那儿商量 我到时候戴着口罩帽子 没人认得出来 万一呢 这万一 没感受这万一呢 真没多少人认识我 那我又不是通缉犯 通缉犯可没您家喻户晓 你都上了多少部热松了 不是这些活儿八道的大V 我能不能告诉他们呀 你现在算是公众任务 你有容忍的义务 公众任务谁乐意当谁当心的 去我家吧 我是吧 你报我地址 把这个放回来 你们家耗费的谁画 不用画了 没事 画的前面也挺好看 不用画了 好看挺好看的 对对对 我同事书于南庞颜 您好您好 您好 戴文叔叔策展人 这个画廊把我们的画给送错了 您好 走呢 我女儿 你好 那姐 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你走了 我把画拿走了 行 好嘞好嘞 谢谢啊 再见啊 再见 你们坐呀 坐吧 我接电话 我接电话 怎么了 没有 不是什么被围攻 就是那个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怒 就是一普通大爷 真没事没事 我没往心里去 你们吃点什么 阿姨您不用忙 杜律 你们见到攀岩了吗 见到攀岩了 他们现在在我家呢 攀岩情绪怎么样 一定要让他冷静 不要着急 你们呢 都好好安慰他 他这个时候 比较脆弱容易乱 你们帮他好好回忆回忆 梳理梳理 当时周围有什么人 监控有没有拍到 有没有人看见 是谁 把陆家送到医院的 再问问那个 地铁的保鞋呀 值班员呀 你们都问问 多少钱 四十 疯了 要不把我宰了 卖我这身肉 看能不能值四十 洪英哥 你呀 就甭往心里去 踏踏实实了 咱们现在这都法治社会 他说要多少咱就给多少 而且警察都已经介入了 你放心 会给咱些公道的 你咱不往心里去 你回去跟你爸你妈也说一声 我是清白 我见语勇为 我干好事 凭什么 我现在跟过街老鼠似的 真要没事 网着那些人 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别耽误咱自己生活就行 是不是 咱就不听不看 过段时间他们也忘了 行 那那那你晚上今天下班 潘岩问过了 说地铁有监控盲区 既然是盲区 汤美玉也拿不到直接证据 就算起诉上了法庭 潘岩也不见得输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好 怎么了 杜律说 监控盲区意味着 证据缺失 对方不能证明 是你把陆甲殴打入院的 他本来就不能证明 我就没打他呀 这 这最开始不是我见语勇为吗 怎么事情发展到这儿 就成了我 我还得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我成犯人了 我查了很多案例 当事人都说自己是在见语勇为 但都没有证据 最后基本都赔偿了 那是他们 咱是学法的 我不赔 你说陆甲偷拍 你是见语勇为你有证据吗 在陆甲走出车厢的那一刻 不法侵害就已经停止了 你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 这缺乏依据 我觉得咱俩对于 不法侵害的界定 可能有点不一致啊 你看偷拍行为 不仅仅是在偷拍的那一刻 才算是不法侵害 只要被害人的照片 还存在于行为人的手机里头 那不法侵害就还在继续 那么我必须在一个 合适的时间区间内 让他把这个照片删除 这才算正式终止了不法侵害 但即便是这样 你也没有证据能证明陆甲偷拍了 你不能证明陆甲偷拍 就不能证明自己是见语勇为 也证明不了自己是正当防卫 我证明免责事由的前提 是对方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 对吧 我认为苏伊南的顺问前提有问题 你现在就是默认 攀岩侵权行为的存在了呀 对 我没侵权 我没打他呀 我没有对他有殴打行为呀 况且杜律不也说了吗 监控视频只能证明 我当时在追赶陆甲 也没有我打他的证明吧 再者说了 那我压根就没打他 我追他的目的是 因为我发现他在偷拍 我追他是为了把他扭送到公安局 这不就见语勇为吗 但是你在扭送的过程中 与他发生了肢体碰撞 导致了对方的人身损害 我还得再解释多少遍呢 我就没有殴打他 再者说啊 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 我作为一个好市民啊 我见语勇为有错 那咱比如说啊 我在看到一个不法行为 比如说那个 有个小偷正在偷你东西 我该不该支持 我管不管 我喊不喊吧 我喊抓小偷 小偷跑了 那我追不追 我在追他的过程当中 他把脏物扔在地上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抓他 因为没有人赃并获 所以我必须得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 才能够见语勇为 我得我得经过这一系列的思考 是吧 我不是说不让你见语勇为 而是说你要有证据 你要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记录下来 问一些周围的人 然后等我固定完证据 行为人不都跑了吗 这就是法律人应有的法律意识 这不是法律意识 这不是法律意识 这是学法学傻了 这种案子 打赢了就是证明自己一个清白 打输了不但要赔偿 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一旦入行 你很多职业就做不了了 如果被认定故意犯罪 你就当不了律师了 我就算不当这律师了 我也得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行 那我们尽全力 熬印 谢了 怎么是我跟他吵架呀 是他妈我儿子 不是 我就是一个开网约车的 他想去哪儿 我就给他送到哪儿去 我凭什么要忍哪 停单就停单 我还不干了呢 你说盼燕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 学人家打架 我从小就跟他说 有啥事咱得讲道理 现在可好 闹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 以前咱们院 那特烦人那老赵 都跟我这儿打听呢 就是说咱也得跟孩子说呀 吃亏是福 有多少人毁在意识冲动上啊 你 盼燕不在吧 叫我怎么回来吧 你看你一个人和盼燕在大城市 也挺不容易的 你 他爸欠债的事全都知道了 盼燕能不能继续当律师 还说不准呢 这回来生活 压力还能小点 行了 闭嘴吧 他这个舅妈说得也许也对 回老家去吧 回老家干吗呀 让人戳几两股啊 咱儿子肯定能找出证据 你还不知道吧 不知道什么 人家要咱们儿子赔四十万 什么 闹得越来越大了 那律师说 性质恶劣 治人情伤 至少三年 这 这网上的律师你也相信呀 这 这律师假律师都不一定 我说你还真是不知道 这事情的严重性啊 这怎么把我年轻时候的照片 都给找出来了 我都没有啊 那也是我幽文一纸七 你别那么不着调了 这都被人肉了 你快说 儿子的事情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呀 他们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污蔑咱儿子 我说以后啊 像这种闲事 再也不能管了 我就不喜欢你这种人说话呀 要都是你这样 那社会风气就完了 个人自掃门前雪 修管他人瓦上霜 你去赶人的瓦上的霜 你把霜梗清除了 你 你 瓦要是有个闪失 你不得赔人家呀 不赔 没钱 那儿子 他就是真的找不到证据 你说怎么办 老帅 老家那房子 卖了吧 那时候你那么难 都没卖老家的房子 现在你想卖老家的房子 让您慢点啊 对了 潘延安 你这两天就别出门了 你现在已经射死了 行 行 走了 拜拜 行 走 潘延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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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爸有一个商业帝国 因为资金周软问题 资金连断了 列为失信人员 我琢磨着你爸当年 不就给人担保来着吗 这怎么写这么夸张啊 晚上都瞎编的 你再看看啊 你妈我是一个物流大亨 我这就是一个拉人哪 你说我怎么还改拉货了 我要真是物流大亨 不就好了吗 行 行 你把手机关上吧 静瞎胡说 吃了吗 吃了 吃了 来 给妈拍张照片 好 我们俩拍什么照片 我要换一个平台拉货 换一个平台 就得有新的照片 为 为什么换啊 人挪窝活树挪活死 换了以后我会挣得更多 来 拍一张 来 行 行 怎么又是 你干吗呢 我找地儿啊 哪儿拍啊 就这儿吧 这 这 这墙还白的 行 这儿 你 你得说一二三啊 要不然我这 您这风华绝带的还用喊吗 怎么都行 你 这快 来 来 一二三 来 怎么样 好 怎么样 美着呢 什么呀 这不行不行不行 重拍重拍 这太大脸了 往后一点 不是 您要不是 那脸观照片吗 不是 证件账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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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行 别紧 往后点啊 别那么大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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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来 我换个衣服 我换个喜情点的 您等会儿 哎 你腰水还挺多 妈 啊 妈 快快快 走走走走 走这 走这 怎么了 景雄通宝 景 景雄 景情 这是 这看哪儿 这 这句 这句 警察 警察 确认陆某患有先天性 心脏疾病 其昏迷 与潘某无关 排除刑事案件 特此公告 儿子 那 你平反啊 没事了 这种宝贝 这种宝贝 你平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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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就喝 肯定没问题 我看这有谁看 好啊 对 警察都说话了 好 来 咱庆祝一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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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渊昭雪 警察都站在咱们这边了 哎呀 哎呀 太开心了这回 哎呀 嗯 你们再看看 看看他们再怎么说 对啊 打他们脸啊我就 是是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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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网友怎么连警察都不信呢 咱们能不能告他们诽谤啊 嗯 嗯 嗯 哎呀 睡了睡了 别看了 越看越起 你也别看了 啊 没事吧 明天睡吧 不是 儿子 你要是想看东西就把灯打开 因为眼睛看坏了 嗯 후 嗯 得 咱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方通报只是说 战损男不用负刑事责任 但民事责任咱得追究啊 阿姨 您放心 这方面我有经验 我帮您联系那个知名律师 把事情搞定 让他们受不了差 又涨了 阿姨 您是左女士吧 我们这边请进 谢谢 那个热搜我们都看了 她妈妈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们都还说给她捐点钱呢 每次找她换班帮忙 她都不会拒绝 再说节假日 她都是主动值班的 那个绿色的头啊 连面都不冷 我们都挺气的 您好 我问一下 您对小区里有一位住户 叫陆甲有印象吗 他们母子俩都是好人呗 你要帮帮他们 要呼吁啊 我们家之前租了个别人 搞得一塌糊涂 陆甲呀 收拾得干干净净 陆甲这个人 威灵水河 还经常帮助小区的老龙和儿童 你有功夫跑过来问我陆甲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不去医院问问她妈 问问她 我知道你谁 你们公众号那张大合影里边有你 你就站在那个战损男边上 你爱慕她吧 你是她女朋友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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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跟工程部说过了 那您稍等一下 好不好 好嘞 您好 您有什么事 没有 我刚搬过来 我那个家里有点垃圾 不知道扔哪 咱们垃圾要分类的 在那个楼后面花园那 好 好 我明白 有什么不懂的 就问我们就行了 陆姐 陆姐 我这会儿要去坐一下 那个电梯消沙 麻烦你跟工程部说一下 让她们赶紧去下六零酒 你等一下 垃圾分类公告 你多贴几张 你看人家都不知道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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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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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没手拿 没事 没事 谢谢你啊 没事 谢谢 没事 怎么走 给我给我 我拿着 没事 来来来 您先去 谢谢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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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你看 这东西不老好拿着 这个传单贴哪儿 麻烦您了 那个您给我就行了 我 没事 我帮您贴吧 这 这贴哪儿是 没事 没事 我帮您贴哪儿 我 我跟这儿 你帮我 您贴哪儿 谢谢 我 没事 没事 您也是那个 刚来这边上班是吧 我听说您 原来好像是在那个 上东 是吧 那 跟您打印一个人啊 陆甲 您认识吗 陆甲 您认识吗 陆甲 您认识吗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还挺忙的 不 我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就是陆甲这人 平时他 他品行怎么样啊 陆甲 您认识吗 这又喷上了 我说你们消毒能不能换个时间段 找个人少的时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现在就是人少的时候 现在少吗 晚上十点以后那才叫少 但是我们的规定是早上做 早上是吧 那行啊 六点之前都睡着呢 远远 人家六点不还没上班呢 咱就互相体谅一下 不人家小姑娘也不容易 是吧 那个 我 我其实知道你叫袁晓鸥 我就想 想占有你几分钟时间行吗 那个 您要找垃圾战士往那边走 不不不 我没有垃圾可证 我就想了解一下陆甲 我看你认识他 你发过他照片 你能讲讲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他 他就是一个猥琐的游递男 对对对 你把他那怎么猥琐怎么游递 能给我讲讲吗 你谁啊 我就是那个发现他偷拍的那战损男 我现在 太多人被他蒙骗了 都以为他是好人的 他们都在往上骂我 我已经射死了 然后我上班上不了 我 我确实是挺同情你的 但我现在真的在忙 我 我不是 我 那我 我等会儿你行吗 要不 我 我 你完事 我就在这儿等你 行吗 我们并没有 不管他们孤儿寡母的呀 那是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 跑到我们律所来闹市 不是这叫什么事啊 你说潘延现在这种情况 你叫他怎么去医院 你们自媒体为了那个热点 良知都不要了吗 真像什么你们在乎吗 什么呀这是 你说骂我们没良心 那他们自媒体的良心过得去吗 这指责别人都正正有词 这叫什么呀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同事提到陆甲都是夸 而且女同事口中也没什么黑料 陆甲的房东说 就没见过像他这么好的租客 他整个小区的人 都说想为他沈章争 那就 冷处理 一律不回复 那咱们不理他们 他们还能追着咱们咬 但是目前 潘延申请实习律师的事 还是先暂缓吧 为什么 警察都说 他没有行事责任 是 但是你不知道 现在每天都有一大堆人 就爱着咱们官威 爱着官秀 爱着我 说是要尽早看到 给这对无辜的母子 一个交代 那这个时候 你再给他申请实习律师 这不是又恒生事端吗 我是肯定站在 盘延这一边啊 但是 这些键盘侠也不是好惹的 那也不能因为 键盘侠不好对付 咱们就去对付 好对付的自己人啊 我的意思是 咱们是一家正经的律所 咱们每天都有正经事 要去做的 这杜律师其实也是为盘延好 让他避避风头 躲过这风口浪尖 和实习律师的身性 赠魂一下 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你看 还是官秀了解我吧 接下来如果有自媒体采访 或者什么的 就一律于先拒绝吧 这客户找到咱们 信任咱们 把案子交给咱们 咱们就得全心全意的 替别人 这 跟 你们都办这正事 是吧 这些乱七八糟的就 我后边还有点事 这个就交给官秀来处理 好 你们继续 先吃点东西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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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要 你多少吃点吧 不要吃 那你不吃 你喝个奶垫一下 我在想啊 咱们直接去趟路咋公司吧 问袁晓鸥为什么离职呢 还问问他俩到底什么情况呢 算了吧 你说这事本来 跟袁晓鸥就没什么大关系 咱也别浅扯太多了 我是觉得咱们是不是 想太复杂了 咱们直接去找袁晓鸥 不就行了吗 我刚才找了 问不出来 那是你问 我们来了就不一样了 是吗 坏人之所以猖狂 是因为好人都在宠摸 我昨天就因为在网上 说了一句公道话 结果一堆人上来骂我 我就只能把那条评论给删了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批评我了 不是 没批评你 我那意思 你有什么顾虑你就跟我提 我说了你们就可以走是吗 我们肯定不能为难你 对 是吧 他是流氓 是偷拍狂 可是我不想被网报 不会被网报的 你说这真相怎么会网报你呢 那你见语勇为 你是英雄啊 你为什么会被网报 我没有证据 然后他们有人带我节奏 我也没有证据啊 我也害怕被带节奏 我来吧 晓鸥 我们都知道攀岩是好人 陆甲如果因此追究攀岩的民事责任 他可能会面临巨额的赔偿 甚至是丢掉工作 我也害怕丢工作 而且我已经丢了一份 但晓鸥 你是人证 证人证言他特别重要 如果你害怕说出真相会被网报 我们会把网报里的人都送上法庭 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想想 行吗 正义永远不会迟到的 请你相信我 甭想吧 你 这 这 这成是没成啊 不知道 怎么样了 他答应了 答应了 答应他 他怎么走了呀他怎么 他们每天这个时间都开例会 他答应说下班之后来容科 帮我们录证人证言 行了 楠楠 对你 你怎么说过的 我就是用正义感召他 我给他讲 在你看到别人 被冤枉的时候 你不站出来 那等到你被坏人欺负的时候 还会有人站出来帮你 真会啊 你看牛筋是有高度 咱们呢建一个群 就叫正义群 怎么样 好 庆祝 庆祝我找回我自己的证捕 这个人谈话啊还是有技巧 要不然我怎么成功呢 杜律 杜律 不是让你在家歇两天吗 我们找到证人了 他已经统一作证 证明陆甲确实有偷拍的恶心 那当时他也在地铁上 他看到陆甲偷拍了是吧 他不在地铁上 但是他是陆甲的前同事 他说陆甲是惯犯 已经不是第一次偷拍了 那他也没办法直接证明 潘炎为什么去追陆甲啊 如果他能说出真相的话 至少不会这么网爆潘炎了 对 要不还是等会儿吧 我要不再回家歇歇 大多数人呢都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也是人之常情 是 我其实理解晓鸥 人家本来也不是 我这事的目击证人 他也没有出来作证的义务 但袁晓鸥 她是希望陆甲 能够被绳制依法的 要不然她也不会在网上发声 她只是害怕 自己为别人带节奏 自己被网爆 如果因此再丢落工作 就都不偿失了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 我们都是律师 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手段保护他 说了 他反问我们 说潘炎既然是建议勇为 为什么还会被网爆 我觉得 不行就算了吧 人家 既然不想出来作证 咱也不能为了我 逼人家出来作证了 其实我们对袁晓鸥也不够了解 我们能不能试图 联系一下他的家人朋友 让他们鼓励鼓励他 告诉他这件事情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场里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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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拿 算了 我觉得晓鸥一个小姑娘 也挺不容易的 咱也别为难人家了 我说 潘炎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这一次见义勇为 你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 那今后再碰到类似的事情 你还会挺上市出吗 我 会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勇敢 无私 你见义勇为呢 没错 袁晓鸥不出来指证 也没错 但事到如今到底是谁的错呢 我以为 让知道真相的人说出真相 让恶人得到法律的制裁 让更多人敢于走光明 高尚的道路 这是我们律师的本质 也是成就感 所以 我觉得你还是在好好想想 我是觉得 还得去找袁晓鸥 但是我去你就别去了 你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 你去的话解释不清楚 还是会有利益出的 袁晓鸥还可能认为 你是想要批威他 你应该把事情委托给律师 所以杜律才说让你委托给他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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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委托了 我这事 跟你们都没关系 我最近这几天一直琢磨 我说当时 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是不是就应该听小天的 我就不建议勇为 就没这档子事了 建议勇为没有错 换做是我 我也会做出跟你一样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你别找人家 那晓鸥人不想出来作证 人自己有苦衷 你别拉人家下水 我去找袁晓鸥 怎么是拉得下水呢 袁晓鸥如果能站出来 他就是个英雄 他是为了正义挺身而出的 这样就不会有更多 像他一样的受害者出现 那你能保证 他在做了英雄之后 不会变成我现在这样吗 你又保证不了 如果这个事 必须得有一个受害者 那就到我这儿为止 好吧 行了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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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为我好 谢谢啊 谢谢 你好 我是乌叶的 请进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我 晓鸥 我刚办了入住 那个 对不起啊 我上次是有苦衷的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苦衷 但是潘岩 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本来我们律所 都要给他办实习律师吧 就因为这档子事 暂缓了 你是他女朋友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对他的事情 这么伤心 因为这件事 如果我不尽全力的话 我会后悔的 对不起啊 我 你也会后悔的 你被陆甲偷拍过 骚扰过 这个就是你所谓的 不想让大家知道的事吗 我知道你心里也过不去 否则你不会在网上 发那条评论的 对吧 我们都希望坏人受到惩罚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得到大家同情 那 那 那你能保证 假如 我说出真相 我不会再受到羞辱了 我不能 那我为什么要冲出去 因为法 不可以向不法让步 你不让步 有可能会遭人误解 被人泼脏水 但是你有赢的机会 如果你让步了 你从一开始就输了 你愿意这样一直受得屈辱 跟谁都不能说吗 你举不都有 commercially接受到樓盈 你我就要冲她 你举个男友 sci-fi 对不起 titt 关闭不 descriptive 他不心托唬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叫公众人物的自觉 万一让人认出来呢 差不多得了 全中国十四亿人口 你看看这不是多少人 你算个概率 有人都认识你 万一呢 我听说 跟你何思颖 五十啊 谁给我顶的价格 什么骂我都不知道 五十行吗 得屋顶一千我得 五千 咱们律所何处人 咨询费都没这么多 要我说呀 我就跟杜律提议一下 咱以后也不当律师了 你放什么开照算钱 你们俩也肯跟我合 给你们来打八折 拿倒吧 不浪费这钱 咱俩吃啊 快看着 你这样物带上 你样物摘了 你这肉都在外面 你怎么跟咱们潘氏上A帝国 太死了说话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那该说不说 那那舌行走路也走得 还挺不错的 人忙绕住 咋那行啊 你自己吧 你自己吧 你没事 看这照片了吗 他们公司团建 就是他穿成这样 这不摆明会去勾引人的吗 我说啊 他跟你之前就乐意 他最早不乐意的话 他不能那么管他报警 我们公司有女的 就这样 每天跟我们老板 打打闹闹的 恨不得钻人怀里去 然后呢 就火箭般地被提拔 这要是被提拔了呢 就不叫性骚扰 没被提拔就叫性骚扰 谁啊 就那谁 那超蕾 什么啊 这真是什么 身为女性这么说 你觉得合适吗 不说你了 你这么说女性就是不合适 我说的不是女性 是绿茶 女性中的败类 是败类 我说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你 没完没了 来吃你的饭 站住哪 没说看 真是 真是 站住哪 你这真相反转了 你为了洗白自己 拼命地给那女孩 往地狱里推 还得是出来吃饭 那女孩也看见 不是什么圣经人 我跟你说啊 你们这都是受害者有罪论知道吗 你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吗 就跟着一块狂欢 人家弄得很清楚 有图有真相 你全都是这个战损男的共犯跟帮凶 还有你战损男 你是不是一嗓就料到这个事情的结果 你们为了撇行归 你这是什么招都用 我劝你们说话 放手一点 他人都没做错任何事情 什么呢 袁晓鸥他本来就是受害者 他只是不喜欢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 你们要为自己的研究负责任 大家一起拍啊 大家一起拍啊 大家一起拍 就你 你看 看了吗 看了吗 我们今天早就学不得 希望看谁呢 看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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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 晓鸥 你方便吗 你给我回个电话吧 咱们是不是应该 现在就去找袁晓鸥啊 你知道他住哪儿 知道了 咱们要不要 把现在网上网报头的证据先固定了 师傅 我们改个行程 行啊 您去哪儿 财富大厦 您地区 您去哪儿 太多了 我对咱们要帮助 您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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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鸥 我们律所愿意替你发一份律师声明 我已经拟好了 你醒来以后看一下 然后把那些 有骂你的 泄露你个人信息的 还有伤害你父母的那些言论 都截图了 要求他们删除和索赔 你今天在哪儿啊 我们方便见个面吗 微信她也不回 电话她也不接 姐 你看她微博了吗 她把她微博清空了 这都赖我 我真 你不要觉得她是为了你 她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她不为了我 她能让人网报吗 要怪就怪那些网报的人啊 网络舆论场 绝对不是法外之地 袁晓鸥他也没有做错 行了行了 你们俩能不能闭嘴 我们要少看一些负面的 多看一些负面的 就像袁晓鸥 一开始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之后 人家勇敢地站出来了 干什么呢你们 好多人在网上 对袁晓鸥进行当副秀 你和袁晓鸥说啊 任何时候 我们都愿意为她提供 无偿的法律服务 终身免费 你们怎么看起来 那么没精神啊 杜吕 我们还是有点担心袁晓鸥 那咱们就帮她告别人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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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真闲 各种来咨询 不明的人哪 车来了 太多牵挂就 大家今天都早点下班吧 不明的人哪 车开了 往前吧 带着你的 下班了 干吗呢 我做个咨询的牌子 最近不是闹事人太多 挺好 你说这一天按这标准收费 还不少 早点回去吧 我现在值班 现在没人来了 来得也是捣乱 你早点回去 不懂了 拜拜 这个酒疏 还不少 这是 有没人 你说你 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谁 你谁你 你什么意思啊 出去 我去 哎 哎 怎么了 妈 这 这有聚 这我同事 我 我是派人同事 我叫舒玉楠 你同事 你上我家干啥来了 我来给你送快递 我怕你着急 哎 误会误会 我同事 我还以为又是 那寻信滋事的人 那吓死我 就扔那儿就行了 谢谢啊 没事 现在这么多人知道 你家住哪儿 你们没考虑过要搬家啊 搬哪儿去 我家就这一套房 还是租的 那既然是租的 就换个地方租吧 那房间都交完了 没到日子啊 现在有好多那种 短租的公寓 其实没多少钱 就几千块钱一个月 你留点那个 和不实肉迷那意思吧 我跟我妈一个月 才挣多少钱 行 你甭 甭管了 你也甭担心我们吧 谢谢啊 我的幸福 怎么了 没事 有事你就说呀 我 我别说 你这让张这儿吧 说完怕你不高兴 说吧 我肯定不能生贱 我知道你 这每次说的都是好心啊 但是吧 你说 你总是说中国话里头 夹杂着几个英文单词 就 有点那么不太平易见人 你也这么觉得 谁还这么觉得 我哪儿也这么说过 什么英雄所见略同了 那下次我要再这样的活 你就拍我 提醒我监督我 行行行 我抽到了 放电影 你拍我干什么 你下回轻点 真早了 拜拜 我说的是拜拜 再见 对不起 行了 行了 别因为这生气了 要是生气 就是惩罚自己了 别生气 干吗呀 我扔了去 别别别 回兜我都卖了去 什么叫兜啊 都给她卖了呀 不是在动 没什么 这算什么呀 他们给咱花钱 他们骂咱们 咱们还积福呢 妈 我给您丢人了 你说什么呢 妈知道你做的都是对的 妈听你到底 来来来 趁热吃 来 我们去把吃热的 饿 您的 喂 怎么着啊 您的房子又不卖了 我这跟人说得好好的 我们挺好的 哥 没事儿了 都没事儿了 拍眼也挺好的 你放心吧 不是 哥 那个 我当时就是有点心急了 你知道吗 人家可说了 你要是不卖 人家就上网闹去 你答应卖方又不卖了 你儿子就住着搜上了 他爸欠着场 他妈又赖场 不是 哥 行了 我也没一手不卖呀 那个 我考虑考虑 行吧 你先帮我把人摁住 行不行 我过两年给你打过去 行了 就这样吧 吃啊 来 吃吃吃 等您呢 卖什么呀 卖老家那房 卖他干吗 我是这么想的 那房子吧 又老又旧了 咱们反正以后不会回去 你也不会回去了 索性现在就给卖了 这样没准还能卖个好价钱 行了 快吃你的吧 跟你没关系 快吃快吃 他们家门口 收到的特别多这种快递 你答应他们了 我还没答应呢 我是觉得 应该先跟你们商量一下 毕竟那套房子是你们卖的 一男 你爸 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 他那套房子 我跟你爸 是准备给你结婚用的 你放心 他们不可能一直住到我结婚呢 话是这么说 那你说现在网报这么厉害 其实你住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人家都能把你人肉出来 咱们小区 必须要有门禁才能进出 访客也需要得到允许才可以 就算被人肉到了 那也比潘安他们家小区强 他们小区随便进出 今天收到了这种东西 那明天一旦有人跟着他们 我不同意 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人生难题 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面对 那我们的职业之所以存在 不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人生遇到困难 自己解决不了的人吗 具体正确答案 差了这么一点点 我们不可能帮到所有那些 遇到人生的难题 自己解决不了的人 我们所能帮到的就是那些 付钱给我们的 我们的客户 云南 你想想 你从小到大 包括到英国留学 花了多少钱 这都是成本呢 我们为什么要付钱给你啊 因为我们是你的父母 可是还有千千万万的 跟你一样的人 他们也想得到跟你一样的 教育资源 教育环境 但是他们的父母 可能没这个能力 那他们就得不到跟你一样的机会 这不是你的错呀 也不是我跟你妈的错 机会就是不均等的 我们作为你的父母 对你有养育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我们竭尽我们的所能 给你提供 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条件 但是对于其他人 其他的孩子 我们没有这个义务 爸 我懂了 您别说了 我呢 也已经超过十八岁了 不应该一直住在这儿 这毕竟也是你们买的房子 你说什么呢 这不是你家吗 我和你爸就你一个孩子 将来我们走了 这房子也是你的 都是你的 我出宝了 总得有人跟他说实话呀 那你不能这么说呀 他理解不了 你得注意方式啊 对判决不满的人很多呀 那判决书就改写来改判了 能接受的接受 不能接受的 你也得受着 不是吗 什么话呀 一南是个特别讲道理的孩子 对吧 你只要跟他好好讲道理 一南是能明白的 他是能理解父母的 我这个说的就是道理啊 是吧 做律师的只能对自己的客户负责 做父母的只能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不是 你不能这么讲 你这么讲一南会觉得 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同情心 没有同理心 我们不是这样的父母吗 对吧 我们也很理解一南嘛 对不对 我必须让一南知道 光有同情心是不够的 有的人啊 他专门就会卖惨 博同情 对这样的人善良 那就是助长了恶 我特别不希望咱们一南 被同情心给绑架了 特别是他这个职业 如果说他被同情心绑架了 那他的下半生 会很惨 那你行啊 我也做公寓的案子 但是我得悄悄地做 为什么呀 如果你一旦让人知道 你是个好心的律师 好 马上 所有没钱的有冤的人 就奉拥而至包围你 你行啊 你是被别人需要了 但是你自己的生活 你的事业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总说我扶晓连变 我看你现在啊 这想象力也够丰富的啊 是我经历的太多了 不是说律师不能有同情心 而是我们必须要有原则 你不接受 或者是我们不接受 我们要有用 来 老师 我们要有我 我们要在那里 啊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补 喂 温森 我去你家住两个 行 你儿子跟你一样 人家骂袁晓鸥骂利索 比直接骂他 他还难受 我看他那样啊 我心里也难受 他一肚子委屈 他也不会跟我说 在我面前啊 还假装着高高兴兴 咱儿子什么毛病都没有 就是跟你一样 太懂事了 我 我觉得我挺对不住你们的 什么忙都帮不上 要不然 我跟他们商量商量 咱那房子先不卖了 我当时就是觉得 那网上的声岗声太厉害了 我是怕万一 你说 咱们现在要是不卖房子了 那网上再告咱们 咱儿子又上热搜了 那怎么办 反正我是想好了啊 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回去了 你呢 你也不可能回去了 你说咱留住那房子 有什么用啊 人活在世上 就是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的 这不比什么都重要吗 那房子那些什么 那都是身外之物 咱那破房子 越来越破了 也不修 你说现在还能卖个好价钱 那以后 卖衣什么价都卖不出去了呢 卖 卖个好价钱 把钱攒着 给潘延杰婚用 您找谁 我找董教授 在会议室呢 谢谢啊 这招财师 你拿这个给我看吧 好好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 你现在想办法 把客户给我找回来 OK 不要再拿这样的策划案 去给客户看 好吗 给我一个成熟的东西 说话 我回去再做一份 怎么做 说话 我说是告诉你 那我说 过来 没关系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